各位各位,你們好,我想問一下,兩位之前都看過了講說, 然後在你們自己心目中對這個兩個角色, 會有什麼樣的詮釋的方法和小作風,會有些什麼樣的方法呢? 謝謝。 請問是哪個問題? 我問他,拜託你。 你們不要瞎搞好不好? 呃,就是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愛情故事都是獨特的,就是,呃,就是沒有一個人的經歷是完全相同的。 那我看的時候,我有一個人會感覺得,呃,有某部分這個人或者發生的事情,好像跟我以往的經驗有點累死, 那也不盡然相同,呃,我想應該是,呃,盡量去多看,就是一邊兩邊這樣看,呃,不管是劇本也好,或者是原來的小作也好。 呃,多看一些,這時候就會慢慢慢慢進入到你兩個人的愛情故事。呃,或者是盡量去看每個人怎麼看這個,怎麼,怎麼受歡迎的愛情故事。 呃,就有點壓力,因為小說真的是很正門,然後我個人心中都有他們自己的照聲跟回稱,然後我只不過是眾小說題中的一小個,所以我會多,多看劇本,跟小說原著。 然後我多多走入到張洛珊的世界裡面,我也希望自己可以跟張洛珊融為一體。 好,第二張媒體,後面,後面你還可以入個男生。 好,很多工作人員很嬌小。 好,請問你是誰家媒體? 北京電視台了。 好,我想問一下張洛珊融的話,今天就是麵節的活動也挺多的,然後那個,今天活動人氣很棒。 然後今天一共有三大帥哥比拼上海拍,就是因為那個媒體也有這麼說法。 除了你還有吳啟羅,還有王曉雲。 然後你們覺得就是,今天有三大帥哥比拼上海拍,如果我比拼過他嗎? 然後我和他現場粉絲也挺多的,如果說說的話,謝謝。 我們,我們都是好朋友。 我們,我們是一個家都不怎麼比較的。 比較就留給你們。 好,第三家。 每位媒體還有提問的。 還有嗎? 還有嗎? 好,那邊新運動戰線。 謝謝。 只有我們。 好,幫忙傳一下,謝謝。 不管我們的工作人員很嬌小,媒體的工作人員也很嬌小。 好。 那我是公報位置的,我想問一下兩位現在馬上就要直接飛了啦。 這位就是, 我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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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書啊。 就是, 通宵啊, 不, 不讀書。 不是看書啊, 不是, 都一定要看老的, 看老的, 但是, 但是那個, 走了, 長大了, 出社會了, 責任重了, 然後, 責任大了, 反正都會做一些全合 或者選擇性的看看以自己很喜歡的球隊來看 我已經真的不是一個真球迷了 我選的其實都是為了 為了我小時候的 我講的可能大家都沒聽過 我以前很喜歡合當一個鐵三角 說得講的你們也不知道嗎 都不知道 第一題是大白題有嗎 停訪的問題還有嗎 然後下次是這個 因為是一部經典 但是我們會讓兩次演出色 然後我已經知道 因為其實當你了解這個故事 這個小說以後你就知道很多書籬 然後當你接受了這個挑戰之後 你就很不想讓這些書籬失望 然後就一定要想盡辦法 要過幾個年 現在還在想 所以有一點要比 我也是 其實我剛剛也說了 就是家裡挺大的 但是就在這拍攝的整個月裡面 我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因為野人本身就是一個 參加了再重建的過程 然後只能是盡自己的所能去 接近趙洛生 然後把他交給趙洛生交給導演 並且將會所有可以生交過的觀眾和粉書 好 好 請下一家美點 好 給後面 請 請問你是哪一家的 我是四郎母樂的記者 陳昭坤好 你好 我曉得你才一個小蛙 因為那個旁邊那個主席的裡面 漂亮的然後他每個人不信 然後都會跟你的 這個男主角 有些 你們在去的 你超過後會的心 也會跟他也有這樣的情 傳說後會 一句不停的不在乎 是這樣的嗎 什麼叫匪文 匪文 是 是 是 不一定是真的 新聞 對 那你平常會那麼魅力嗎 那你不太喜歡他嗎 其實其實 其實每次拍那個 都一定有 感情在裡面 尤其是愛情 就是 那對主人都要一個感情線 但是 你說完全不 不投入 完全沒有喜歡 對方的那種感覺 也很難免得出來 讓大家覺得 真的想愛 所以那個 一個多多少少的 要需要的 投入 那會不會就是之前分開一下 旁邊的一些錯門 然後再有一個家巷 那人都真的有錢 我還要看看 然後我還要 你等一下我先Google一下 其實 就 就接 就接觸 接觸兩件 對啦 我還要 不需要感 感覺 我還要 因為這個主人 講說一個 密合處 你不是戴愛情嗎 那兩個人 會不會就是把你錢 你先戴愛情 密合處 然後 然後 你先發揮你的 什麼 其實是 你先戴愛情 然後呢 兩個人在演的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做好 心態經歷 然後來做一些發揮 其實真的有 因為 可能有一些 好部分 是跟你 在大學時期 或是在 戀愛時期 有 另一次的感覺 沒有的 演戲 或就是 看看以前有什麼 的經驗 有什麼樣的 記憶 然後放到現在 應該會有 多多少少 那我老師 這個意思 就是差不多 過去的一些經歷 都會幫助 你的內心 重吩咐 其實也是在幫助你 在試演角色的時候 也會有幫助 讓你可以更加有 帶入暖 並且感同身受 所以 其實這些都是很寶貴的 好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那我這邊想問一下 其實這部小書講的 你是誰家媒體 我是廣東日報 我想跟你講 其實這部小書講的 是男女主人公 7點之後 再相逢 再重溫的感覺 其實我想跟兩位 有沒有說 曾經在某一個 時刻的一個 瞬間幻想過的自己 或者說 在新年後 遇到初心一段的 每個人 對 醫師應該是 會不會 花這麼長時間 在等待一個人 對 如果真的很愛 那就會了 有出現到這樣的情況嗎 什麼 就是你有特見的情況 對你這樣特加 呃 留一點思念嗎 看什麼 看什麼 看得來 看得來 好的 謝謝今天到場的各位媒體